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美丽不是秘密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Coco早餐节目 礼拜一七点半到八点这个单元 为各位所推出的是 美丽不是秘密 在FM联播网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 七点到九点播出 Coco早餐七点半到八点 我们都有不同的单元 美丽不是秘密 这两个月前面 我们所播出的是 美魔女的秘密 大公开 那么第一篇章是请专业会 医师谈中医的角度 使养片特别提到 慈禧太后跟宋美玲的保健的方法 第二个 这个篇章呢 我们总共一个月有四节 请李永恒医师谈微整形 跟这个最后的 这个整形手术 让你保持面部皮肤的弹性年轻 以及她的形态 能够看老化 今天我们要从皮肤科医师的角度来谈 那么请到的是 这个仍然是很美丽的美魔女皮肤科医师 她是长庚医院的皮肤科主治医师 李美清 李医师 李医师早 可可解释 各位听众答案 好 非常谢谢 这个 不好意思 你好像声音都还有点小小的 有点那个鼻音 天气太凉了 不好意思 麻烦你 好 我们这个这四个礼拜就从 李美清医师 由金周刊给他所出版的 肌肤保养不NG的 打破168个快速变老的保养迷思 这样的角度来看待 好 今天我们先谈脸部肌肤的 168个迷思当中的 其中的大概有四分之一 这168个迷思 李医师跟我们介绍过 这个迷思当中的 最大的主轴是什么 这个最大的迷思 我们主要是以抗老为主轴 那其实主要是以 我们会分就保湿 以及一些美白 还有一些抗老的一些观念 那最终还回到清洁 跟大家讲去怎么做 这些肌肤的保养 不要做错 好 我们先请教您 在这个整形科医师 李久恒医师告诉我们 大概这个微整形 都差不多从35岁左右 那可以进行一些微整形 或者是说像什么 什么胶原蛋白的注射等等 那在皮肤科的保养上面 你这个看老化的 这168个迷思 你给这个女性 大概是什么年龄 从开始就要注意 这些不同的迷思的 这个来解除 来防范的 大概几岁开始 其实当一个女生 开始使用保养品 我觉得就要注意了 是哦 抗老绝对不是老化 才要做的事情 哦 好啊 对 大概那就是他们 一般女孩子 大概都从几岁开始 就要用保养品了 一般女生 现在比较常见的 其实我们看到 大概20岁左右 她会开始用简单的 清洁跟保湿 那就抗老这个观念 我觉得要从25岁开始 因为25岁是老化的起点 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比较早的时候 就做到开始注意的话 就比较可以到动灵的这个要求 20岁以前的话 那个我们也在节目中 李氏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一定要注意到 这个防晒嘛 好 那你就说 只要你开始保养的话 你就要注意这些 这个保养的这个秘诀 然后就可以开始 达到抗老的目的 因为其实抗老是很广的 保湿没有做好 也是会老得快 因为会有那些细纹啊 干燥脱皮 皮肤会缺水现象的产生 好 今天呢 这个谈的是 保湿美白 清洁跟去角质嘛 我们今天先谈这个 168个迷思当中的四分之一 四个礼拜来这个 请李氏 这个百忙当中 为大家来服务 好 我们先来看清洁片 清洁片里面 你们有这个 哇 清洁片就有18个问题呈现了耶 那您帮我们讲一下 主要的清洁片 大家应该注意的问题好吗 其实我觉得 清洁片 我其实这本书比较写的 都是大家非常常见的问题 应该是说大家觉得 好像这样做是对的 那实际上是 不见得是对的 那我觉得其实 很多人 例如说现在天气很冷 最简单的就是 觉得洗脸要用热水 这很常见的 其实大家都觉得 好像应该可以这么做 那实际上用热水 其实对肌肤是会比较刺激的 也容易造成皮脂膜的 一个受伤的 也会比较容易老化的 那再来就是说强调一些 有些人是可能皮肤比较 或是年轻的女生 比较油性的 虽然在冬天比较少 他会强调用一些比较去角质的洗面乳 天天用 那肌肤就会比较控油 那其实这也是对肌肤是伤害 那在临床上更常见的就是说 会觉得用BB霜或是CC霜的一些防晒 这就已经有一些防晒的一个成分 那同时它也是一个 一个底妆 那大家就觉得说 这已经有防晒 它就不用卸妆 它也认为它没有上妆 那这也是错的 对 OK好 这个刚才特别提醒大家 现在天气冷 你不要大清早起来用热水洗脸 对不对 好 这十八个问题里面有很多 比方洗完脸 你要用什么样的这个 用毛巾 还是用什么东西来清洁 等等都有 对不对 那这个是清洗 也是一门重要的学问 洗脸也很重要 那去角质呢 这个第二篇是讲到去角质 那冬天要去角质吗 冬天其实还是可以去 还是要看肤子 并不是每一个人 那如果是比较 很油的皮肤的时候 相对来讲 它可能还是需要的 那或者是说 一些角质是很比较厚的人 但是它的频率要降低 要随着你的夏天 跟春天的比例 是要更低的 那一般那个去角质的皮肤 都是有长痘痘的吗 还是就说 怎么样自己怎么样 这个审查 它的皮肤 是不是需要去角质呢 其实去角质跟逗逗 是两回是两件事情 对它不是同一件事情 那我讲的去角质 就是说 例如说它会很会 泛油光 它觉得皮肤比较油 特别在皮脂部位 或是表皮是粗糙的 对 OK好 那我们讲的这些 就是说清洁片 跟去角质片 几乎就是一个 基本的概念 对不对 不管什么年龄 都是如此 对 就算是年长了这个 你在洗脸的这个部分 也要很很注意 那特别是 李医师告诉大家 过很多次 在我们节目 讲到那个泡沫 用洗洗面乳的时候 你大概脸上 不能超过30秒钟 对不对 对 OK好 那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接下来再请李医师 很快的告诉大家 这个美丽不是秘密的 美魔女篇 我们的第三篇 从皮肤保养开始 是长庚医院 皮肤科的主治医师 这个李美清医师 写了一本书 就叫做肌肤保养 不恩基 打破168个迷思 我们分四个礼拜 来告诉大家 接下来 讲到的是 保湿跟美白 这个李医师 麻烦你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回到了 美魔女不是秘密 但是 这个怎么样找到秘密 我们的可可早餐 礼拜一的美丽不是秘密 提供给各位了 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 美丽不是秘密 礼拜一的 七点半到八点 这个单元 我们跟大家谈的是 美魔女的秘密 这个 从专案会议师 李久恒医师 一直到今天的 美魔女的皮肤科医师 长庚医院的 皮肤科主治医师 李美清 李医师 来告诉大家 前面讲的清洁片 跟去角质片 总共在他的 打破168个迷思的 这本书里面 都有Q&A的答复 那这一段 我们要讲到的是 保湿跟美白 那清洁跟去角质 那特别是清洁 提醒大家 冬天你也不要用 热水洗脸 要用冷水吗 李医师 基本上也不用冷水了 大概25到30度 不出来 现在冬天的水 大概都很冷 就打开来 在手上这样搓一搓 以后大家就可以洗了 对不对 就不要用热水 千万不能用 太热的热水洗脸 好 保湿 保湿这个大家 有非常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 其实 李医师最重要的 还是就是说 保湿的保养品 要怎么样去选择 恐怕是你的病患 这个来求诊的 或是来咨询您的 女性们最大的疑惑吧 对 因为基本上 我觉得大家最在意的 不管几岁 还是最在意就是保湿 对 那 其实保湿产品 要怎么选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 自己扶植的本身 还有季节 那因为最近 今年的冬天 是很甘冷的 虽然这几天 台北是下雨的 所以 其实在门城上 看到很多人 不是只有在练 在湿枝 或者是我们发现 双手 出现会很多的 手部的湿疹 干裂的现象很多 那所以其实 保湿品的选择 在冬天 最重要的就是 锁水 所以在春夏的产品 如果你用的是 还可以的 我觉得适度的 去加一个保湿霜 或是精华油的东西 这样其实它 就可以有锁水的效果 精华油先用 还是保湿霜先用 一般来讲 要 现在的精华油 要先用 因为精华油 它是比较 好吸收的 那其实还是要看 油脂的质地 如果你的油脂 买到的那个质地 是很好吸收的 那它就是 取代精华液来用 那如果的 有的是很油的油 比较有一些 那可能就是要放在 霜的后面 OK 好 看它的情况 黎师一直不是 非常的强调说 这个化妆水的使用吗 我记得我们两个 谈过好多次 但是实际上化妆水 它如果说我们 有一些肌肤 真的很干性的人 我觉得它还是有 适度的必要使用性 因为它肌肤 在年龄层越大的时候 35岁过后期 肌肤是真的 没有水的 在我们的角质层 假设它的保养习惯 不是很好 它没有办法 在洗脸后迅速的去擦 这个保养品的话 往往它里面 角质层是没有水的 那或者是第二个观念是 现在的化妆水 跟早期的化妆水 是不一样的 是 现在其实很多都叫 美容液 或者是 其实还是叫化妆水 它其实它的保湿成分 是拉高的 以前大概水 90%是水 可是现在往往 大概80%才是水 那还是有 20%的保湿剂 吸水的成分 所以它有点 精华液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现在 年轻的女生 大概20出头 她只用一瓶 这样的 很清爽的精华液 它是够的 林医师特别告诉大家 刚才在 谈话当中提到 你洗完脸 大概在多少秒之内 你就要赶快上保养品 千万不要在那里 晃啊晃的 是不是 就几秒类的速度了 就马上 对 因为你稍微擦干一点 你还留一点水分 就要擦了 在你的这个手边的 那还有一点 我今天顺便请教 这个林医师 很多人说 那我洗澡跟洗脸 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如果我洗完脸 就去洗澡 那这个脸就 暴露在这个浴室里面 有一段时间 就没有保养品了 那这段时间 怎么去处理它呢 洗完脸就可以 擦保养品了 擦保养品 你再去洗澡 对啊 OK 因为它不是彩妆品 再者或者是说 有的人是洗完脸之后 我们刚才敷个面膜 那也是OK的 OK 敷个面膜 洗澡 或者是泡澡 这样子 然后结束之后 再来保养 你的意思就是说 千万不要让脸 在这个特别像今天 或者是这一阵子的冬天 很干冷的气候当中 曝露在空气里面 超过一分钟 超过三十秒钟 对 好 听到没 听众朋友 不可以这个太过于不小心 还有就是说 我们擦保养品的时候 是要等前面这一道干了之后 再上第二道吗 还是这个在湿润的情况之下 接续使用呢 要看它的吸收度 原始上也不能够说太油 或太好像都没有办法吸收 所以就在擦东西 对 那基本上如果会让你擦到很油 我也不建议购买了 可以这样讲 那原始上擦完 其实一般间隔是不用久的 它其实吸收度渗透 渗透跟吸收度好的话 一般我觉得也是几秒内 就可以再擦才对 OK 好 你的意思就是说 冬天的话 就是说要有比较保湿成分 更高一点的 比方精华液跟保湿霜 对不对 那白天跟晚上 是差一样的东西吗 白天跟晚上 基本晚上的滋润度 可以再强一点点 就亮多一点 亮多一点 或是比较油一点东西 OK 因为白天我们会再擦防晒的产品 那现在冬天的防晒 可能都会有一点滋润度了 所以实际上 白天跟晚上 晚上我们会再建议擦更滋润 或者是说房间有暖度啊 之类的 它也是要去加强 产品的滋润度 对 好 那这个所以保湿大概是 所有的护肤里面 这个皮肤的保养 是最关键的一环了 是 保湿的意思是锁水 不是说你一直喷水到脸上去 这个概念大概要有所理解 那您看到据说 我们的女性 这个在跟你接触的 这个不管是皮肤病患者 或说咨询要美丽皮肤的 这个女性 她们最大的保养的障碍在哪里 你说现在的 就是说我们 我们要变成美魔女 要看老话 那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我讲白点 人家都算是只有蓝女人 没有那臭女人 对 真的还假的 可我姐讲的太好 就是在持之以恒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用救济的方式是不对的 OK 因为李医师皮肤非常好 人家李医师这个身材保养的也很好 他是医生呀 好忙 那当然就是说 找对保养品也很重要嘛 对不对 对 找对保养品 OK 那在市场我们开架式的 或装柜式的 你要找对了这个使用 那接下来的就是 冬天我们 你这个这本书 这个打破肌肤的168个迷思的肌肤保养不NG 这个是金周刊所出版的李美清医师的作品 最新的一本 的第四篇是讲美白 冬天我们怎么看待美白呢 很多人都觉得冬天就不去美白 对 那实际上冬天是我最跟我的病人叫他去用美白的时候 主要是因为冬天打班做雷射的病人很多 OK 对那其实美白的产品最重要的也是在 在打班过后 如果你有这个美白的需求 或是储斑的需求 因为他其实做完雷射治疗的 一个月后是需要好好的去修复肌肤的 对所以其实美白只要是卫生署合格的有效成分的话 那他有效他可以帮助一些色素的淡化 我觉得他是这个 就是有做雷射储斑治疗之后的这一个月 最需要的一个包含品 对 好 这个黎射提醒大家了 在冬天呢 用雷射储斑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而且因为紫外线没有那么强 你觉得这个时间是不是来储斑的病人比较多 对 这个时间来储斑 其实紫外线它并没有不强 对 它其实紫外线V光不强了 那A光还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冬天大家觉得这个打扳比较安全一点的感觉呢 因为大家都 其实冬天打扳的好处是你防晒插得住 OK 对 防晒插得住 它不会被汗水啊 这个给流逝掉这样 对 这样有这样子 那讲到这个打扳 这个目前呢 当然我们的这个储斑里面最多的一种方式 还是这种 当然是不同的这个波长的这个斑了 那您所面对的这些女性啊 这个特别是比较爱美丽的女性 那碰到的斑的处理的方法多半有哪些 因为斑打扳会有会有反黑 那怎么办 打扳的话 我觉得反黑比例应该要很低很低 就是说在做镭射的同时就要选对正确的治疗方式 你说如果选对正确治疗方式 反黑的比例就比较 很低会很低 比较低啦 对那其实他其实 我觉得这是一点都不是很 就是说之后的 我刚刚讲的就是两块嘛 他要用美白的产品 要用一些仿晒的产品 那我觉得现在的观念真的似是而非 这是也是我那时候写书的原因 我其实最近比较记得 就是说还有人来做完就说 哪边的诊所都怎么说说 做完雷射术或不可以用美白 那我觉得他们都 就是说只听到一部分 没有听到全部 做完雷射说 第一个礼拜不要用美白 以后就要美白了 一个礼拜之后反而要加强美白 OK谢谢 谢谢李医师 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来打破迷思哦 美丽不是秘密 谢谢李美琪医师 马上回来 我CMO DJ Dennis 我CMO DJ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